第871章 交易 叶末感觉到他的修为在缓缓地提升 他修炼三生绝后 本身就是心思剔透 他因为是八系灵根 原来修炼的时候吸收天地灵气 而灵气中五行俱全 甚至风系的灵源也有 唯独没有冰系和雷系的灵源补充 可是因为那两个奇怪俱软 让他可以修炼冰系的法觉 这样一来 他缺乏的恰恰就是雷系的灵源能量 现在他可以吸收雷电符中的雷电力量 让他的雷系可以修炼 渐渐地产生了平衡 所以在短暂的时间内 他的修为是直线上升 直到他的雷系修为 可以和其余几样平衡后 这种提升才会结束 叶末恍然大悟 他明白了三生绝的修炼 其实速度可以更快 天地灵气中 虽然也含有了风系和冰系 还有雷系灵源 可是相对于金木水火土来说 实在太少了 几乎都可以忽略掉 以后他只要找到风 雷 冰 这三种异系灵源的地方修炼 他的进度将再上一个档次 叶末刚想到这里 他感觉到体内的真元 再次轰得一些 达到了一个宝盒 一道微不可查的薄膜束缚被冲破 真元和经脉再次提升和扩展开来 助击五层了 叶末心里大喜 他想不到在战斗中 他也可以提升到助击五层 但是最大的收获却不在这里 而是他明白了 自己以后修炼需要的东西 当叶末准备继续接受雷电轰击的时候 却发现周围已经安静了下来 雷电符的能量早就被他吸收完了 而那高大的修士 犹如一个傻子一般 愣愣地盯着叶末 似乎看见了最不可思议的一件事 叶末却没有管他的吃惊 直接祭出冬至 那高大修士 还沉浸在叶末在雷电中 可以提升修为的震撼当中 哪里还想到被偷袭的事情 冬至散发出恐怖的严寒 在瞬间就束缚住了那贾丹修士 贾丹修士被冬至的漫天严寒卷住 顿时打了个冷战 他回过神来 立即就知道不好 可是他挣脱冬至的束缚 比李百森慢得太多了 叶末哪里会给时间 让他去挣脱 卷住他的冬至 飞剑再次带起无数的剑芒 瞬间就将这贾丹修士 积成了千疮百孔 无比的严寒在四周弥漫开来 就算是还在动手的那名女修 和两名围攻他的助击修士 也不由自主地打了个冷战 他们几乎在同一时刻停止了下来 但是映入他们眼前的事 叶末的飞剑 将那高大的贾丹修士 丝成碎片 现场顿时寂静起来 所有的人都以为 叶末要被杀的时候 他却逆天反转 以助击四层的修为 击杀了一名贾丹修士 他们还没有看出来 叶末此时已经助击五层了 叶末慢悠悠地 拿出一套新的衣服穿在身上 这才收了冬至 然后不慌不忙地 走到那贾丹修士面前 收了他的储物袋 就算是冬至被叶末收起来了 四周依然还是一片寒冷 似乎这里的冬天 已经提前到来了 前辈 晚辈告辞 那名矮胖的咪缝眼修士 再也没有之前的那种从容和镇定 神色慌张地对叶末抱了抱拳 然后躬身一礼 做完这些后 他想都不想转身就走 很快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那名女修脸色立即一变 他有样学样 同时也对叶末失礼后 踏上飞剑就走 似乎他们来这里 只是为了和叶末失礼一下 和苏丹草没有任何关系 叶末没有追杀这两名逃走的助击修士 虽然他可以杀了这两人 但是他的主要目的不是这两人 而是那名有素丹草的女修 那女修见叶末 没有去追逃走的两名修士 反而将目光盯向了自己 脸色有些难看起来 他已经知道叶末的目的 以叶末的修为 和他打起来 他只有死路一条 不要说 刚才因为那两名助击修士的围攻 他又受了重伤 现在是伤上加伤 就算是他不受伤 他也远远不是叶末的对手 想想自己为了这株素丹草 吃了多少苦头 而且数年的积累 都堆积在了这株素丹草上面了 没想到到头来 还是要便宜别人 他长长地叹了口气 从叶末刚才的沙发 他就知道 如果他不拿出这素丹草 等他的一样 是死路一条 或许他这一辈子只能助击 无法成就金丹了 这女修只是犹豫了片刻 就拿出了素丹草 递给叶末说道 素丹草在这里 给你吧 叶末微微一笑 他抢夺别人的东西 也是要看对象的 如果别人敢打他的注意 他几乎想都不想 就会反抢 甚至灭口 但是无缘无故地 就抢夺别人的东西 这种事情 以叶末的秉性 还真的干不出来 他有他的道德底线 这种底线 他没有办法去打破 如果他真的是不择手段的人 当年在乔家的时候 那株血色珊瑚 他就不会从别人的手里抢回了 而是直接抢了就走 更何况眼前的这个女修 看起来满脸疲惫 而且 刚才打斗的时候 装备也差得厉害 仅有一件上瓶法器 连极拼法器都没有 更不要说灵气了 可见 他购买素丹草的那两百万零食 根本就是多年节约下来的 他当初也是这样过来的 无论是在落月还是地球 都是从无到有 他可以体会其中的艰辛 叶末只是笑了一下 却没有去接着女修手里的素丹草 而是说道 你想的没错 我是因为素丹草而来 但却不是来抢的 我有一笔生意要和你做 如果你同意的话 我不会让你吃亏的 那女修听了叶末的话 有些奇怪地收回了手 素丹草无论给谁 都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这个人就算不为素丹草而来 也不会错过这种机会吧 难道修士当中 还有这种傻瓜 或者说 这种行为古怪的人 他常年混迹在底层修士当中 当然知道人心险恶 他对叶末的话有些怀疑 如果他长得很漂亮 说不定他会以为 叶末是为了他的姿色而来 但是他也知道 就算是他再漂亮 也比不过一株素丹草 更何况的是 他根本就不漂亮 甚至普通的不能再普通了 叶末见着女修疑惑 直接说道 我是一名炼丹师 确切地说 我是一名九品灵丹师 这次这名女修反应得很快 当他听到叶末 是九品灵丹师的时候 顿时反应了过来 立即惊喜地说道 你可以炼制裴真丹 叶末点头说道 不错 我可以炼制裴真丹 而且把握还不小 叶末没有说有几成把握 他相信这个女修会同意的 因为就算是自己不出现 这个女修想要找一个 帮他炼制裴真丹的人 也是极其困难 叶末将话说到这个地步了 这女修已经完全明白过来 他已经看出来了 叶末属于那种 不喜欢强取豪夺的 极少数修士之一 他知道 叶末没有理由骗他 他根本就没有什么 值得眼前这个炼丹师去骗 要说素丹草 自己刚才已经送给他了 但是他却没有要 反而提出了交易 就算是叶末只有一成的把握 他也必须要试一试 虽然他得到了素丹草 可是就是他自己 也没有什么信心 找到一个灵丹师 帮他炼制裴真丹 这女修几乎想都不想 就将素丹草 送到叶末的手里 真没有想到你 竟然是一个炼丹师 我叫真小山 你如果炼制出来了裴真丹 只要给我一颗就好了 叶末接过素丹草点了点头说道 你放心 我肯定会给你一颗裴真丹的 我叫叶末 是河州城华夏药业的老板 如果你没有地方可去 可以先去我的华夏药业 等我炼制好了裴真丹后 你可以就在我的地方 冲击金丹 啊 真小山被叶末的话 惊喜地愣住了 在他想来 叶末拿了素丹草后 会跟他要一个联系方式 然后让他等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 叶末竟然是一个 丹药阁的店主 难怪他可以炼丹 说心里话 有一个安全可靠的地方 冲击金丹 对真小山来说 比什么都重要 他几乎在反应过来的同时 立即对叶末弯腰说道 多谢叶大哥了 我正好没有地方可去 叶末摆摆手说道 我比你小 以后就叫我叶末好了 说完叶末扯下脸上的九遍说道 这才是我的真实容貌 依 真小山还在惊讶叶末的年轻 却听见了叶末疑了一声 连忙问道 什么事情 叶末从手里玉盒中的素丹草上 取下了一颗种子说道 这些人真是好大方啊 竟然连一颗素丹草的种子 都没有取下来 真小山却笑着摇头说道 素丹草的种子 只能在没有挖起来 之前采集 一旦挖起来之后 那颗种子就报废了 根本就种不活 而且 就算是能栽活 除了一些大门派 也没有人去花三五百年 去培植一株素丹草 叶末笑着没有回答 不过他却拿出一个玉盒 将那颗素丹草的种子 放进了玉盒里面 他的今夜世界 现在已经很大了 他很想看看 今夜世界里面 能不能栽活素丹草 见叶末收起素丹草 真小山没有说话 但是他对叶末炼丹师的身份 却有些疑惑了 按说一个炼丹师 不会连素丹草的种子 怎么采集都不知道的 只是这个念头一转就消失了 因为他随便怎么想 叶末也没有骗他的必要 第872章 六大名人堂 当真小山看见叶末寄出飞云锥后 立即就知道 为什么叶末 没有将素丹草看得过重了 他的这个飞行灵器 估计就不下一百万中品零食 叶末带着真小山 还没有到河州城 他的神石就已经扫进去了 当他发现华夏药业他布置的阵法很好 而且店里面的营业也很正常的时候 却松了口气 里面是他布置的防神石阵法 就算是他的神石也扫不进去 到进城后 真小山看见华夏药业 心里更是震惊 叶末的年纪比他还小 不但是一个炼丹师 而且还在河州这个地方 有这么豪华的一个耽搁 叶末走进华夏药业的时候 圣意中正带着几名伙计在忙碌 看见叶末回来 纷纷上前打招呼 叶兄 你果然去南山方市了 没想到我运气还不错 刚刚要走的时候 却碰到你回来 出乎叶末预料的是 严征却从药店的里面走了出来 陪同她的是苏月 严兄 最近多谢你了 叶末看见严征 连忙抱拳说道 他是真的感谢严征 无论如何 自己不在华夏药业的时候 那是多亏了严征的帮忙 如果不是严征 他还真的不敢将宋印竹和叶灵 丢在河州 严征白手笑道 叶兄 你我何必客气 最近仙宝楼也多亏了你的帮忙 我这次来 确实要找你有事情的 不过 你刚刚回来 事情肯定很多 我明天再来吧 叶末虽然没有用神识 扫到宋印竹和叶灵 但是已经感受到了 两人正在修炼 倒也不着急去见他们 直接说道 没有关系 你有事就直接说吧 说完叶末对苏月说道 小月 你带真小山去休息 以后真姐也是我们华夏药业的人了 真小山至少要在华夏药业 待半年左右 所以 叶末当着严征的面 就直接说 他是自己新招进来的人 虽然真小山已经是筑机巅峰 但是严征倒也没有在意 如果叶末不是炼丹师 他一样都不会在意 见真小山和苏月离开 严征这才说道 叶兄 我想知道 你需要多久 才可以炼制七品灵丹 如果你有把握 在半年之内 炼制七品灵丹 我合周的仙宝楼 可以给你提供一些帮助 当然 如果你有认识的七品灵丹师 那是最好不过了 七品灵丹师 叶末重复了一遍 他心说 自己就是九品灵丹 也可以炼制 不要说七品了 但是这话他没有说出来 他当然听得明白 严征话的意思 他虽然说提供帮助 那并不是 想要自己真的在半年之内 晋级七品灵丹师 虽然七品灵丹师 和六品灵丹师 只有一品之隔 但是叶末知道 那是天差地远 如果只是靠半年的帮助 就可以晋级七品灵丹师 那七品灵丹师 也太多了 叶末知道 严征说这句话的主要目的 还是后面的那半句 就是自己是否认识 七品的灵丹师 只是片刻时间 叶末就反应过来 严征之所以这样问 那是因为 他想的是 自己那个根本不存在的 便宜师傅 既然能交出 自己这样的六品灵丹师 就说不定 自己有七品灵丹师的师兄 再低 自己的师傅 也是七品以上的灵师 否则不可能交出自己 这种六品丹师来的 叶末却知道 他根本就没有师傅 而且他的成绩 根本就没有办法复制 要知道 他之所以炼丹厉害 完全是得益于 三生觉强大的领悟 和衍生能力 和别的没有任何关系 而且 三生觉修炼的 真元各系能量俱全 所以 做启示来 也事半功倍 见叶末只是说了一个 七品灵师后 就不再说话 严征也知道 叶末听明白了他的意思 有些刚大的直接说道 你听说过十大秘境吗 叶末摇了摇头 他还真的没有听说过十大秘境 难道北望州 还有十大秘境不成 倒是起了一点兴趣 见叶末不知道十大秘境 严征总算是有了一些谈资 其实我也只知道 允真殿和沙元药谷 其余的秘境我也没有听说过 不过倒是知道一些皮毛 允真殿 叶末诧异地说了一句 之所以诧异 那是因为允真殿他听说过 当初他还在东玄州的神药门 就听说过允真殿 他听说允真殿里面机缘无数 而且还有众多的奇珍异宝 没有你看不到的东西 只有你想不到的东西 而且允真殿每过三十年 就会开启一次 不到一百岁的修士都可以进去 无论你的修为是多高 都没有影响 因为进入允真殿的修士 修为差别太大 有的天才修士 甚至在百岁已经成就原因了 所以允真殿的危险也非常大 一般进去的名额 都是留给金单修士 很少有筑机和炼器修士进去的 因为就算是进去了 小命也不保 因为进入允真殿的名额有限 所以要求非常的苛刻 叶末只知道 只有五星以上的门派 才有进入允真殿的名额 当时叶末所在的神药门 只是一个四星宗门 是没有资格进入允真殿的 现在他听见严征说起允真殿 难道这个允真殿 和他曾经听说过的允真殿 是同一个不成 你也听说过允真殿 严征见叶末重复了一句允真殿 立即就问道 叶末点了点头说说道 以前听人说过 不过听说进去的 要去很是苛刻 严征没有多想 也点头说道 是的 允真殿现在还没有开启 不过就算是开启了 也轮不到我们进去 那里面进去的 都是天才弟子 还有一些修为高强的修士 我要说的 却是另外一个秘境沙原药谷 不等叶末询问 严征直接说道 沙原药谷的名额也有限制 每次开启进去的名额 都不够分的 叶末诧异地看着严征问道 这和炼丹师有什么关系 严征回答道 因为沙原药谷里面 有很多的灵药 甚至草害国里面都能找到 北望州资源匮乏 所以 灵药对任何门派 都是一个最大的吸引 对了 你知道落月大陆 有四大州吗 叶末点了点头 他能从神药门 得知这个消息 严征作为一个 大的商家的分部管事 知道这件事 也不足为奇 听说叶末也知道 落月大陆的四大州 严征点了点头 叶末作为一个六品灵丹师 果然见闻很广 说不定 这些都是他的师父告诉他的 见叶末知道四大州 严征也没有在这上面多说 而是直接说道 沙元药谷有众多的药材 这意味着修炼的资源 而每次进入沙元药谷的名额 只能限制在五百人之下 一旦超出 立即就会被弹出 后来各大门派的前辈 想出了一个办法 除了各门派正常分到的名额 多出来的名额 就是根据六大名人堂 来增加各派的人数 凡是上了这六大名人堂的门派 都可以根据条件 增加三到十个名额 听说六大名人堂 叶末倒是真的有些好奇了 他想起了正元剑派的名人堂 不知道这个名人堂 是不是来自于这个 不过想来 很有可能正元剑派的名人堂 就是从这上面学来的 严征自古说道 这六大名人 就是炼器名人堂 筑基名人堂 金丹名人堂 炼器名人堂 炼丹名人堂 制服名人堂 叶末奇怪地问道 为什么没有原因 甚至虚神名人堂 怎么也没有什么不正名人堂 严征却笑道 叶兄一直专心炼丹 当然不知道这其中的缘故 北望州不是没有原因名人堂 不过却不叫名人堂 而是叫着原因五十王 排名原因第一王的 却是一个散修叫许昌吉 不过虚神修士 却没有什么具体的排名了 但是大家心中都有点数 至于不正 那种人太少了 叶末总算是了解了一些 不知道的东西 随即问道 那是不是六大名人堂的修士 也都是前五十的排名 难道每一个在名人堂的人 都可以为门派增加名额 严征摇头说道 不是这样的 要是这样的话 那名额也太多了 而且 这六大名人堂中 每一个名人堂 都有一百人 哪有这么多的名额 你没有听我说 就算是名人堂的人 想要进去 也有条件限制的 只有名人堂的前三名 才可以增加名额 但是唯一例外的 就是炼丹名人堂 炼丹名人堂的前十的 每人都可以增加三个名额 为什么 叶末有些不明白的问道 严征说道 那是因为 沙缘药谷里面最多的 就是各种灵草药材 只有炼丹师 才能充分地发挥其中的作用 所以就让炼丹名人堂的分配多了一些 而再说 半年后 在北望州的当会总部岁月城 将会举办炼丹名人堂的大比 大比之后 就是沙缘药谷开启的时间 叶末总算是明白过来了 严征的意思 他不是指望自己成为七品灵丹师 而是希望自己的师父 能代表仙宝楼 参加这个大比 只要师父进入了炼丹名人堂的前十 就可以为仙宝楼增加三个名额 叶末由此也推算出来 那个沙缘药谷肯定是非同小可 里面的珍贵药材 绝对是多不胜数 否则严征不会为了区区三个名额 来求他这件事 第873章 没有看不到的天才 一想到沙缘药谷里面的药材非同小可 叶末顿时心动 他对严征抱了抱拳说道 严兄 我已经明白你的意思了 你放心好了 这个忙我肯定可以帮得上 只是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严征见叶末同意 立即高兴地说道 叶兄请说 只要我严征能办到 我肯定不会推辞 叶末点头说道 这三个新增加的名额 我应该可以帮严兄办到 只是我也想要一个进入沙缘药谷的名额 不知道严兄 严征在求叶末帮忙的时候 就已经想到了这一点 叶末和他的师父都是炼丹师 一个炼丹师 在沙缘药谷这种地方开启后 如果不要求一个名额 那才是怪事了 想到这里 他连忙说道 没有问题 沙缘药谷要求的是 金丹之下修士可以进去 叶兄进去却是正好 叶末当然不会担心 他已经是九品灵丹师 半年后 说不定他会成为一个一品丹王也可能 以一个一品丹王的实力 去抢夺区区一个炼丹名人堂的前史 叶末相信 这还是可以办到的 送走了严征 叶末去直接去看望于宇谦 于宇谦和宋应竹 还有叶灵得知叶末回来 已经等候他有意会了 而且 于宇谦的内伤已经进去 华夏要叶因为叶末布置了聚灵阵 所以灵气充足 于宇谦对这里也很满意 修炼之余 更是全心全意地教导 宋应竹和叶灵两人 叶末虽然留给宋应竹和叶灵两人的 都是最好的修炼功法 可是他的修为 毕竟没有于宇谦高 很多地方于宇谦稍微 说了一下 宋应竹和叶灵两人 就已经完全明白过来 宋应竹和叶灵 知道在这里的危险 所以 他们只是出来和叶末见了一面后 就立即进去修炼 倒是于宇谦留下来 似乎有什么话要和叶末说 于前辈 我相信三个月后 我这边就可以炼制出来 草还丹 如果三个月后 前辈可以到金丹圆满的话 那是最好不过了 叶末怕于宇谦是询问他 草还丹的事情 他不等于宇谦问出来 先说了出来 叶末想要于宇谦三个月后 冲击原因也有一些私心 他半年后要去沙原药谷 而且叶末也知道 岁叶城距离河州太远 就是坐船送阵 也要传来传去 万一发生点什么事情 有一个原因修士 在叶灵和宋令竹旁边 他也放心很多 于宇谦留下来 原本不是为了草还丹的事情 但是叶末说 三个月后就可以炼制出来草还丹 这个消息 还是让他震惊了好一会才回过神来 虽然他知道 是叶末的师父炼制的 但是依然还是很吃惊 不过随即于宇谦就摇头说道 三个月之内 我根本没有任何办法晋级金丹圆满 除非我有清运丹 虽然我有炼制清运丹的灵草 但是却不认识七品以上的灵丹师 却也没有办法炼制出来清运丹 如果你师父过来的话 我倒是想请你师父帮个忙 于宇谦的话没有说完 叶末就已经明白了于宇谦的意思 他想了一会 果断地说道 于前辈 请原谅我刚才没有说真话 其实我自己就是一个一品丹王 我说要炼制草还丹 不是求我师父炼制 而是我自己炼制 所以 我可以帮前辈炼制清运丹 什么 你说 你是一品丹王 于宇谦呼地站了起来 他直在是不敢相信叶末的话 叶末才多大的年纪 竟然敢说自己是一个一品丹王 他疯了吗 叶末知道于宇谦的惊讶和震惊 如果他不是修炼三生诀 他也不敢相信 他会在如此年纪成为丹王 他更想不到 世界上竟然有这种逆天的功法 这简直是开天辟地的原生功法 叶末心里明白 修炼了三生诀后 他的最后成就绝对不会是区区一个丹王而已 虽然现在他还没有炼制过真正的天际一品丹药 但是叶末相信他能做到 而且需要不了多少时间 之所以现在 他不能确定自己是否可以炼制天际丹药 主要不是对自己炼丹的能力不相信 而是没有天际丹药炼制 现在将自己的炼丹水平夸大了一些 是为了让修宇谦放心 至于助炼丹 五元丹这种类型的丹药 不是因为难炼制被排名为天际 而是因为药材的珍贵被定义为天际的 这种丹药当然不能算数 是 我没疯 我确实是一个一品丹王 无论你信不信 叶末一字一句地说道 修宇谦虽然很想相信叶末 可是叶末说的话实在是太过离谱了点 他脸色严肃起来却没有再问 而是拿出数十种药材丢在地上说道 你现在就炼制清运丹 我就在这里看着 叶末知道修宇谦的意思 他根本就没有推辞 直接取出神农顶 神农顶叶末用了多年 早已顺手 虽然他感觉自己 还没有完全炼化这个药顶 可是用神农顶炼丹 却是事半功倍 看见叶末熟练的 用神石控制药顶 而且真元打出一团真火 修宇谦却真的有些相信了 地上的药材有数十种 却并不全是清运丹需要的药材 叶末知道这是修宇谦故意的 挥手之间十几种灵药 已经从那数十种药材当中分离开来 直接落入了药顶 修宇谦看见叶末准确地分离出来 清运丹需要的药材 缓点了点头 感觉叶末是真的有些本事 但是 看见叶末将十几种药材 不分先后地丢入顶中 顿时脸色有些难看起来 就算他不是炼丹师 但是普通的丹药 他也是可以炼制的 他知道 无论炼制什么丹药 药材放入顶中 都是有顺序的 如果弄错了 除了炼制一炉飞灰出来 就是炸炉 可是 叶末竟然一下就将这十几种药材都丢了进去 这让他的脸色很是难看 叶末当然是故意的 既然选择了要露一手 他当然不会按照普通的手段来 修宇谦的脸色 很快再次恢复了惊讶 他看见叶末虽然将十几种药材 一下就放入了丹顶之中 但是却没有任何的焦臭味道传出来 相反的那些药物的残渣 不断地从丹顶的一处出口抛出来 数十分钟过去了 于宇谦不见叶末的动作 有丝毫的迟缓 甚至越来越顺利 而且越来越流畅 他心里甚至都在暗自震惊 眼前的这个叶末 虽然只有注击五层的修为 可是他的神识 却丝毫不下于假单修饰 甚至还有过知 于宇谦小心地将自己的神识 探到叶末的药顶里面 却发现 药顶里面的十几株灵药 已经快速地分解剔唇 而且 他清楚地看见叶末提唇的顺序 条理分明 于宇谦虽然不能炼制高级灵丹 但不代表他没有眼光 他只要一看 就知道 叶末这炼丹水准 绝对是大师级别的 一个小时后 于宇谦已经发现 药顶里面的药材 已经渐渐地被提唇完毕 成了纯净的药液 而叶末的神识 却控制着这些药液不断地翻滚 然后拉伸 好快的炼丹手法 虽然叶末的轻韵丹 还没有炼制完成 一般的炼丹师提唇这些药材 至少需要两个时辰 但是叶末只需要了大半个时辰 就已经完全提唇出来 叶末这还是用的普通的真元丹火 万一他用别的火种 那炼丹岂不是更加厉害 就在于宇谦还在惊叹的时候 叶末却打出数个丹绝 神冬里面的药液 在他的丹绝和神识控制下 渐渐地凝聚起来 又是半个时辰后 轻韵丹渐渐地成型 淡淡的丹药香味 已经传了出来 于宇谦还沉浸在叶末流畅的 炼丹手法当中的时候 叮当数声响声过后 十二颗青绿色的轻韵丹 已经被叶末拉起来 进入了早已准备好的玉瓶当中 前辈 丹药已经炼制好了 你看看这轻韵丹怎么样 叶末将玉瓶拿到了于宇谦的面前 打断了于宇谦的震撼 于宇谦下意识地接过玉瓶 但立即反应过来 叶末是真的炼制好了 七品灵丹轻韵丹 而且速度还如此之快 他回过神来 到了一颗轻韵丹在手心里 顿时惊叹地说道 好丹 上等的轻韵丹 还是一如九颗 你果然是一个一品丹王 我误会你了 可是于宇谦内心的惊涛骇浪 远不是他表面的这些惊叹 他知道一个一品丹王意味着什么 在北望州的丹王 哪一个不是前呼后拥 无数人追捧的存在 而自己的眼前 却就有这么异味 而且炼丹速度还如此之快 年纪如此之轻 天才 果然这个世界 只有自己想不到的天才 没有看不到的天才 叶末见于宇谦拿着轻韵丹出神 插口说道 于前辈 有了这轻韵丹 前辈是不是可以在三个月之内 晋级金丹圆满 于宇谦回过神来 他连忙说道 叶末 虽然我年纪比你大 而且还是 你妹妹和妻子的师父 不过你是一个一品丹王 以后还是叫我于解好了 前辈实在是不敢当 至于晋级金丹圆满 我相信 有了轻韵丹 三个月内 我应该可以做到 第874章 丹王所缺 这一刻 于宇谦已经将叶末 放在和他相同的地位上了 甚至比他 还要高上那么一点 事实上 在修真界一名丹王的地位 不知道比金丹修士 要高出多少了 叶末文言大喜 那就好 半年后 我还有仰仗于姐之处 既然于宇谦让自己叫他于姐 叶末也没有矫情 说实在的 在修真界并不是年纪大 就是前辈 修为高才是真正的前辈 于宇谦惊害过后 冷静下来是无尽的惊喜 虽然他资质不错 才六十左右 就已经是金丹后期了 这种资质 绝对是非常优秀了 但是要说结成原因 于宇谦认为 没有150到200岁 他很难结成原因 但是机缘这种东西 永远也说不清楚 在这之前 居然让他不小心 吃了一颗草环果 晋级到了金丹后期 而且 这还没有结束 他竟然认识了 叶末这种丹王 让他得到了清运丹 要知道 金丹后期得到了清运丹 就意味着 可以在短时间内 晋级金丹圆满 清运丹虽然是七品灵丹 但是其中一种灵药清运草 却极其难得 他也是机缘巧合之下 得到这种灵草 他花了大价钱 购买了保证 要性不流失的阵法愈合 就是为了找到了 高级灵丹师后 炼制清运丹的 本来他并没有打算 让叶末来炼制清运丹 可是因为叶末说 他是丹王 这件事让他极为生气 这才拿出来 让叶末当场测试 可是测试的结果 居然让他如此惊喜 一般丹师一炉 只能炼制出来 六到九颗的清运丹 居然让叶末炼制出来了十二颗 有了这十二颗清运丹 他相信自己 肯定能晋级金丹圆满 一个人连续得到两种机缘 已经极其逆天了 可是他与宇谦 竟然还得到了第三种机缘 那就是 叶末还可以炼制草环丹 而且他还有五颗 草环果 叶末可以炼制草环丹 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 叶末同意了 会给他一颗 如此短的时间里面 得到这三种机缘 让于宇谦都不敢想象 原本一切顺利的话 至少还需要几十上百年 才可以结成的原因 现在他竟然半年后就有了希望 他想不激动也不行 当然 在于宇谦看来 他因为对正元剑派失望 来到了荷州城 最大的收获 不是这连续的这三种机缘 而是他认识了一个丹王 试想叶末如此年轻 就是一个一品丹王 假以时日 他绝对可以晋级更高的层次 修炼最重要的是什么 当然是资源 而丹药却是资源中最重要的一种 丹药怎么来 当然是炼丹失恋之处来的 如果你有一堆灵草 可是没有一个 炼丹是为你炼丹 你得到了灵草 也是白大 认识一个丹王 并且让他可以为你炼丹 那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 丹王出手岂是小事情 而且就是炼丹的费用 他也不一定付得起 因为一般的丹王普通的东西 根本就看不上 绝对不会因为炼丹 来耽误自己的修炼 所以与与谦才认为 他最大的机缘 就是认识了叶末这样一个丹王 想到当初看见叶末的时候 对他的看不起 与与谦这是第二次感叹不已 叶末现在说 半年后仰仗他 他当然明白 是什么意思 其实叶末让他 留在河州的华夏药业 他就明白了 是什么意思 那是因为 叶末想要借助自己的修为 保护华夏药业 当然还有宋映竹和叶灵两人 原本与与谦 是因为对两个资质 很不一般的徒弟很喜欢 加上对正元剑牌失望 一时没有地方去 当然叶末救了他的命 也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这些原因加起来 他选择了来到河州 现在看来 他的选择太正确了 眼下就是让他走 他也不会离开叶末 离开一个熟悉的 可以帮助他炼丹的丹王 除非他根本不想 竞技更高的境界 你放心吧 映竹和叶灵都是我的弟子 而且留在这里 我也很习惯 你如果有什么事情 需要出去办的话 尽管去 华夏药业交给我就好了 于宇谦没有任何迟疑的 就表明了自己的意思 叶末对于宇谦的表态 很是满意 他点了点头说道 既然这样 我就不打脚于姐的修炼了 我自己也要去修炼 三个月后 我会将草环丹 交到于姐的手里 对于叶末现在说 拿出草环丹 于宇谦还真的 没有多大的怀疑 他点头说道 无论我是否可以晋级原因 对华夏药业 我都会当成自己的地方 不过 我今天确实是有事情要问你 宇谦停顿了一下说道 你交给 映竹和叶灵的 不是普通的修炼功法吧 如果我没有想错的话 那功法至少是 灵级七平以上 如果真的是 灵级七平以上的功法 说完于宇谦眼里 露出担忧的神色 显然他并没有因为 宋映竹和叶灵修炼的功法 高高兴 叶末听了于宇谦的话 立即就知道 宋映竹和叶灵的修炼功法 被于宇谦发现了 想想也是 现在于宇谦手把手的 交两人修炼 他们体内真气运转的路径 和修炼的方式 肯定会落在他的眼里 现在被发现也正常 如果于宇谦 还是和以前一样 对两人只是普通的教导 或许还不会发现 现在于宇谦发现了叶末 也没有打算隐瞒 他直接说道 没错 这件事 我本来也打算等于姐 结成原因后再说的 现在 既然于姐知道了 那我就直说了 他们修炼的功法 不但不是灵级的 甚至也不是天级的 至于到了什么程度 我都不是很清楚 于宇谦再次被叶末的话震撼 甚至不是天级的 这是什么概念 听说在整个落约大陆 最高等级的修炼功法 也不过是天级的而已 而且还是天级低频的 鉴于宇谦震撼 叶末说道 于姐 如果你不是他们的师父 他们不当你的面去修炼的话 你是不会发现 他们修炼功法的等级的 叶末当然知道 于宇谦担心什么 一旦被外人得知 这个功法是天级以上的 那宋映竹和叶灵就死定了 但是叶末的话也没有说错 不是最亲近的人 有谁会在你的面前去修炼的 而且就算是修炼 有谁会让你去查看 真元的运转方向的 叶灵和宋映竹 肯定是因为 有什么疑惑的地方 需要请教于宇谦 这才告诉过他 真元运转的方向 让于宇谦猜出来 他们修炼的 不是正元剑派的功法 就算是如此 他也没有办法猜测出来 两人修炼的 竟然是天级以上的功法 连于宇谦都猜测不出来 外人想要猜出来 就更是不可能了 但是叶末还是打算 再次警告宋映竹和叶灵一下 以后无论在任何地方 都要谨慎 不能再这样随便地暴露 于姐 我打算等级结成元英后 就将这门功法给你修炼 叶末打断了于宇谦的震撼 说道 他是真的有这个打算 但是于宇谦 现在已经是金丹后期的修为 显然不适合立即修炼 鸿蒙造化诀 否则他需要浪费 大量的时间转换真元 但是一旦于宇谦晋级元英 有了元神 他就可以重新选择修炼功法 于宇谦呆呆地看着叶末 半晌才愣声说道 你 你打算将这种功法给我修炼 他实在是太震撼了 在他想来 既然这个功法如此高级 那么叶末修炼的 肯定也是这个 但是这种高级功法 就算是父子相传 也谨慎得很 他没有想到 叶末竟然说 愿意拿出这个功法 这实在让他不敢相信 说实在的 他之前还想过 一旦自己晋级元英后 就势必要重新选择修炼法诀 因为他知道 以他现在的修炼功法 想要登上大道 那是根本不可能 而他现在还没有好的修炼法诀 正苦脑间 叶末就送来了如此大礼 叶末却微微一笑说道 于姐你既然 可以将自己的所学 传授给叶灵和映竹 我将这修炼法诀送给你 也没有什么 虽然明知道 叶末是要拉拢自己 但是于宇谦 还是被叶末的大气所折服 叶末的年纪虽然不大 可是他的行事方式 处处都露出大气行径 叶末却知道自己的事情 虽然鸿蒙造化诀真的很不错 而且叶末相信 这部法诀 在整个落约大陆 说不定都算是最好的存在了 但是他修炼的三生诀 绝对比鸿蒙造化诀 要强大的太多了 而且他相信 一旦自己的修为 到了一定的程度后 他完全可以根据各种灵根 推演出新的修炼功法 放下激动的心情 于宇谦平静了一下 这才说道 叶末 你的炼丹水平 确实是我生平仅见 能来到华夏药业 也算是我的机缘 不过我关你的炼丹水平 却被你的丹火严重限制 你只是助击修为的真火 根本就没有办法发挥出你 真正的炼丹水准 我想 如果你如果有一种好的丹火的话 你的炼丹水平 说不定远远不止一瓶丹王 叶末听了于宇谦的话 顿时恍然大悟 他是身在局中反而不知 虽然他也想过 要去寻找一个丹火 可是毕竟 没有多着急 现在想来 自己现在缺的不是对炼丹的领悟 和炼丹的水准 而是缺少一个丹火 试想 如果他有了一个强悍的丹火 他的炼丹水平将会如何 第875章 天地火种 于宇谦看见叶末的表情 立即就知道 叶末已经明白了这个道理 他成音片刻说道 我倒是知道 一个地方有一个火种 就是在长坟丘里面 那里有一个离者火 虽然排名稍低 但对火系修饰来说 已经是奇珍一宝了 我的那只离火之鱼 就是从那里得到的 因为我不是火系修饰 所以那个火种 当时我没有动它 离火之鱼的厉害 叶末是亲眼所见的 就算是金丹大圆满的李长生 被离火之鱼束缚住了 也只能隐恨无影之下 叶末没有想到 于宇谦的离火之鱼 竟然来自长坟丘 对于火种 叶末做一个炼丹师 当然不会陌生 火种不但对炼丹师 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而且对火系修饰来说 有一个天地奇异火种 它的攻击能力和修为 将会天差地别 据叶末所知 天地间的奇异火种 有108种 但是在修真界听说 只存在其中的36种 离者火在修真界的 36个火种里面 排名第29 可以说 在108个火种里面 已经是最末尾的排名了 但是 就算是排名最后一名的 天地奇火 也是价值连城之物 因为天地奇异火种 比起别的火种来 它们都有一个共性 就是可以成长 这些火种的成长速度 和它的主人修炼的功法 还有主人的机遇 以及吞噬的火系灵物有关系 所以换句话说 排名最后的火种 如果成长到一定的程度 它的威力 甚至比排名靠前的火种 更为恐怖 火种除了是火系修饰的最爱外 最喜欢的 就是炼丹师了 一个好的炼丹师 必定要有一个好的火种 没有天地奇异火的炼丹师 绝对不会成为一个顶级炼丹师 掌坟秋这个地方 叶末听说过 在河州稳定后 他就看过大量的 北望州地理日志 知道掌坟秋 这里曾经是一个凡人居住的城市 但是后来 因为两大修真势力 在这里发生了纠纷 结果这两大势力 在这个地方大战 因为这两个修真势力 都是极其庞大的势力 所以互相助权的人也多 最后因为死的人越来越多 参加这个大战的人 也越来越多 打到最后 众人已经忘了 这场大战 是为什么而战的了 一直到这个地方 被完全摧毁 居住在这个城市的人 没有一个人能逃走 而这里死去的修士 更是不计其数 当这个地方成了尸山血海后 这场大战 才渐渐地平息下来 数千年过去后 很多决斗的修士 都喜欢来这个地方解决恩怨 时间一久 这里就成了坟墓的代名词 长坟秋这个名称 也就是这样传了下来 叶末没有想到 掌坟秋这个地方 竟然还有一个火种 不要说他想不到 就是给任何人 也不一定能想到 于宇谦似乎知道叶末会惊讶 他拿出一个预检 很快就在预检上 刻画了一个地图 交给叶末说道 当初我也是偶然 才发现那个地方的 你去了就知道了 当初的那个离者火 也是一个单休留下来的 他抢到离者火后 还没有来得及练化 就死在了长坟秋 叶末很是感激地接过预检 这些天地之间 奇异火种的珍贵 叶末是知道得很清楚的 于宇谦知道 离者火的所在 就算是他不告诉自己 拿去卖钱 也可以卖出无数的零食出来 于宇谦见 叶末收了预检 总算是松了口气 一直以来 都是他欠叶末的 从来都没有帮助过 他任何东西 而且 以后肯定也是 他欠叶末的多 作为一个金丹修士 却经常需要一个 助击修士帮忙 于宇谦心理 也很是无理 现在 他总算是可以 帮助叶末一点点 对他来说 这是最好的回报了 三天后 当叶末将一颗裴真丹 送到真小山手中时 真小山激动地 差点哭了出来 就算是他买到 素丹草的时候 也没有这么激动 因为他知道 将一株素丹草 变成一颗裴真丹 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甚至很有可能 他的这株素丹草 连一颗裴真丹 也换不回来 可是如今峰回路转 他竟然得到了 一颗裴真丹 见真小山激动难以 叶末理解他的心情 换句话说 如果换成当年的自己 没有三生绝 没有炼丹师的本事 他的激动心情 不会比真小山好看多少 更何况 当年他还有一个宗门支持 而真小山 却只是一个 无依无靠的散修而已 真姐 你就留在华夏药业结丹吧 这里灵气还算是不错 等你结成金丹了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希望你可以留下来帮我 你放心 我不会让你失望的 叶末见真小山 实在是激动不已 只好主动说道 一旦自己的华夏药业 有了一个金丹修饰 有了一个原因修饰 那么在河州 也算是有了立足之地了 真小山努力地 让自己平静下来 他一字一句地坚定说道 叶大哥 华夏药业愿意收留我 是我的造化 我发誓 只要你还在华夏药业的一天 我就是华夏药业的人 真小山不是傻瓜 他原来是散修 当然知道散修的艰难 如今跟随叶末一个 七瓶以上的灵丹师后面 前途比起当初的自己来说 那是天差地别 见真小山一样 同意了留在华夏药业 叶末心里大喜 立即拿出一瓶一元丹 递给他说道 这瓶丹药 你拿过去为结丹准备 至于你需要的灵气还有装备 半年后 我会去帮你弄过来 直到真小山去闭关结丹 叶末这才拿出一个玉瓶看了看 然后很是满意的 将玉瓶收了起来 一炉裴真丹 他练出来了六颗 给了一颗给真小山 他还余下五颗 也就是说 他和叶灵等人修炼到金丹 都不需要担心了 余下来的时间 叶末一边帮助先保楼练丹 一边练制自己需要的丹药 同时练制出来了损益丹 叶末练制损益丹的目的 是为了明渊丹服务的 虽然掌坟丘 应该没有什么太大的危险 但是叶末还是谨慎地决定 进击到筑基六层后再过去 而明渊丹 却恰好可以 让他进击到筑基六层 加上损益丹 那是一点副作用都没有 一个月后 叶末在这两种丹药的帮助下 成功进击到了筑基六层 真元再次强大一个层次 叶末知道 每次提升 他在这里的生存资格 又增加了一些 虽然很想再研究一下换云刀法 但是叶末也知道 他的时间不是很多了 他决定先去掌坟丘 收取黎者火再说 一旦收取了黎者火 他就可以马上炼制 草还丹 对于叶末来说 与雨谦进击得越早越好 从上次打断万丹阁 河州分店主儿子的腿后 万丹阁到现在 还没有来找过麻烦 虽然叶末知道 这是严征的帮忙 可是有些事情 他不得不提前防备 一旦万丹阁的那个分阁主 卢九成进击原因后 而与雨谦还没有进击 那么他和他的华夏药液 就完全处于逆势了 叶末可不会认为自己 打断了别人儿子的腿 一个原因修饰 还会绕过他 虽然在修真界 打断腿根本算不上什么伤势 但是一旦别人要找你麻烦 不要说打断了腿 就是损失了一根头发 也是一个借口 在离开华夏药液之前 叶末还要布置一个传送阵 当初那个传送阵 他布置在了十万里外的 一处荒山峡谷的腹地 现在他要布置的 另外一半传送阵 当然是华夏药液的里面 叶末没有在地下布置传送阵 他知道他的传送阵 是紧急时候拿来逃命用的 有的时候越隐蔽 反而越危险 毕竟华夏药液只有这么大而已 所以叶末打算将这一半的传送阵 布置在宋映竹和叶灵 闭关修炼的地方 此时于宇谦和真小山都还在闭关 叶末也没有找他们 他直接去寻找宋映竹和叶灵 宋映竹和叶灵 现在都是炼器七层修为 两人灵根资质很好 加上华夏药液这里灵气充沛 丹药给足 两人的修炼更是一日千里 而且 两人也知道他们的修为太低 更是抓紧一切时间修炼 叶末从南山方式回来都一个多月了 宋映竹和叶末两人 甚至连亲热一下的时间都没有 哥 你又要出去吗 叶灵看见 叶末来到他和宋映竹修炼的地方 就知道 哥哥又要出去了 宋映竹也是露出担心的表情 虽然河州城有几大势力 但是他们留在华夏药液总的来说 还算是安全 一旦离开了华夏药液 那就很难说了 而且 两人也知道师父与雨谦的事情 当初如果不是叶末相救 就是连与雨谦那种金丹修饰 也难逃厄运 叶末点头说道 是的 我们必须要加快速度修炼 才能在河州站稳脚跟 我这次出去寻找一个火种 回来帮你们的师父炼丹 半年后 我还要出一趟远门 所以你们需要更加努力修炼 今天我来 一个是给你们送丹药来的 还有就是 在这里布置一个传送阵 叶灵惊奇地问道 叶末却严肃地点头说道 对 万一遇见厉害的修士 我们打不过 就通过传送阵逃走 所以这个传送阵 我会使用我们几人的 神识标记玉牌 除了我们可以带人离开外 别人是无法激发这个传送阵的 第876章 长坟秋 叶末布置好传送阵后 将玉牌留给宋映竹和叶灵两人 立即就出了河州城 做传送阵离开了河州后 叶末又用飞云锥赶了一天路 这才在傍晚时分 来到了长坟秋的外围 长坟秋 周围方圆数百里也没有人烟 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荒野之地 靠近长坟秋最近的地方 只是一处凡人的驿站而已 说是驿站 但是更多的是 为了提醒路过的人 不要经过长坟秋 因为长坟秋 虽然对高级修真者 没有多大的危险 但是普通人经过长坟秋 那是凶多吉少 不但是因为那里阴气极重 而且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事物存在 一不小心就送命了 也不自知 叶末一来到长坟秋 就感觉到了一股阴寒之气 这一片地方 灰蒙蒙阴森森的 似乎没有一丝生机 就连地上的植被 都显得阴冷无比 而且 这里灵气比别的地方 要稀薄不少 如果不是 偶尔有一只石石鹰 发出一声妻妾的尖叫 叶末还以为 这里根本就不是人间 他心里暗想 难怪这里 叫长坟秋 竟然是这么一个地方 说是长坟秋 可是叶末的神识 早就注意到这里的坟墓 根本就不是人为堆积起来的 无数的坟墓 都是死人的白骨 和废弃的兵器组成的 就算是如此 在长坟秋的上面 四处都可以看见 白骨和隐约的灵活 叶末摇了摇头 他不明白 于宇谦为什么会来这个地方 这里亦不是修炼圣地 第二也不可能有什么天才地宝 不过他随即就放下了这个念头 于宇谦来这里 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他认准了于宇谦 留给他的地图上面的标注 正想过去 忽然感觉到有些不对 他修炼三生绝后 有的时候 那种预感极其强烈 而且长坟秋这个地方 可以说是一个人言罕至的地方 叶末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让他有这种不对的预感 不过叶末猜测 大部分应该是 又有人来到这里 他下意识地隐匿了自己的身形 无论是谁过来 叶末都不想让别人知道 他是来收取离者火的 叶末刚刚隐匿下来 一架飞车法器 落在了长坟秋的边缘 没有丝毫的声息 如果不是叶末刚刚有了预感 他是绝对不会发现 这架飞车的到来 叶末注意到 这飞车法器是非常的精美 似乎还是一个极品法器 叶末正想用神识仔细地查看 一下这个极品法器 但是立即就有一种极其危险的感觉 他出道到现在 危险遇见过无数 但是从来没有一次如今天这样 让他从内心深处感受到 那是 他根本就没有办法抵抗的危险 似乎无论他用什么办法 都是必死无疑 这种念头一起 叶末根本想都不想 立即就进入了今夜世界 并且动也不敢动 进入今夜世界后 叶末忽然反应过来 刚才他看见的那个飞车 根本就不是法器 更不是什么极品法器 而是一件真器 猜测出来 刚才落在掌坟秋边缘的 是一件真器后 叶末顿时出了一身的冷汗 能做着真器的人 至少也是原因后期的修为 甚至已经是虚神之上的修饰了 而且叶末肯定 虽然刚才他没有看见真器上的修饰 也感受得出来 那个修饰修为绝对不止原因 修真器的法宝 根据等级分为法器 灵器 真器 仙器 每一个等级 又分为下品 中品 上品 极品 相对来说 金丹之上的修饰 使用的最多的是灵器了 真器相对来说就比较少 使用真器的 没有一个不是大能修饰 至于仙器 就算是有一两件 那也是大门派的正派之宝 而今天叶末却发现 他竟然看见一件 使用真器的修饰 而且还是飞行真器 他在暗探自己 运气不好的同时 也在暗自庆幸 他进入今夜世界及时 否则被那名高手知道 只要一个指头 他就会灰飞烟灭 那种大能修饰杀人 可完全没有顾忌 他甚至不会问对方的名字 躲在今夜世界里面 叶末都有一种预感 那个踏着真器飞车的修饰 对他有了察觉 甚至在用神器扫他这边 可惜的是他现在的修为 还不能在今夜世界里面 释放出自己的神器 叶末猜测得没错 那飞车确实是一件真器 从飞车上下来的 是一名50岁左右的黑脸修饰 脸上有一颗黑质 头发很短 但是眼神却极其冷力 他一下来 就皱着眉头 用神识在叶末所在的地方 仔细地来回搜索 似乎感受到了叶末的存在 好在今夜世界 落在掌坟丘众多的泥土枯骨当中 如果不单独仔细地查看 还真的看不出来 那名黑脸修饰 用神识扫了半天 就没有看出来 确认了长坟丘 没有别的修饰后 这黑脸修饰 这才收回自己的神识 面对这种修为 极其高深的修饰 叶末可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他在今夜世界里面 足足待了24个小时 这才收敛了全身的气息 小心地出了今夜世界 叶末出来后 立即就发现 长坟丘那个风车真气 早就消失不见 四周再次恢复了 和原来一般的阴冷森然 发现那个高手走了 叶末这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他就怕自己出来的时候 被那家伙抓个正着 那时候 或许就算是他 躲进了今夜世界 也没有出来的机会了 但是叶末很快就发现了不对 这个地方 和他昨天来的时候 似乎有了一些变化 可是具体变化在什么地方 他又看不出来 想到这里 叶末的神识 小心地释放出去 仔细地观察周围的情况 大半个小时后 叶末收回了神识 他已经明白了 是怎么回事 昨天来的那个修饰 在这里布置了数个阵法 不但包括了困阵 还包括了数个杀阵 只是这些阵法非常地隐蔽 而且形成了连环 可见 在各个布置阵法的人 水平很不一般 如果不是他的阵法水平非常厉害 甚至可以布置传送阵了 一般的人 还真的看不出来 这人来莫名其妙地 布置这些阵法干什么 叶末当然不会认为 这人是为了对付他 他这种修为 还没有被别人看在眼里 不过叶末立即就想到 这个人既然在这里 布置了这些阵法 就说明 此人肯定还会再来 或者是为了对付什么人 既然这个人还要来 那么他的离折火 还要不要收取 万一收取的时候 被这人发现了怎么办 叶末纠结了一会后 断然决定离折火还是要收取 他的时间有限 如果今天不收取离折火 他还不知道什么时候 才才能有机会 况且 他相信自己收取离折火 只是很短的时间 只要收取了火种后 他立即就远顿 这里的困阵 无论是那个家伙 因为什么布置下来的 都和他没有任何关系 打定主意后 叶末没有立即去收取离折火 而是再次进入了今夜世界 他在今夜世界里面 炼制了几道阵旗 这才出来 叶末炼制阵旗 当然是有用处 他的修为还太低 一旦进入今夜世界后 就没有办法看见外面的事情 他准备在这个家伙 布置的阵法当中 再布置一个阵法 不过这个阵法 却是一个监控阵法 目的是一旦 他进入今夜世界后 还可以通过阵法 看见外面的情况 这对他来说 是大大的有利 虽然叶末很想改变一下 眼前的几个阵法 将这些攻击阵法 控制在自己的手里 可是叶末知道 虽然他的阵法水平 比这个布阵的人要强一些 但是他的修为 和眼前布阵的人 天差地远 强悍的阵法 不但要考究 布阵人的阵法水平 而且修为 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所以他只能偷偷地 布置下一个 自己的监控阵法 就不敢再动其余的了 但为了以防万一 叶末还是炼制了 树梅阵旗 只是这些阵旗 他没有布置下去 在他想来 做任何事情 都要先考虑到最坏的结果 虽然他不敢动眼前的阵法 可是他可以通过阵旗 瞬间改变这个困阵和杀阵 一旦 他被那个驾飞车的家伙发现 他将不顾一切的改变阵法 至少要挡住那个家伙 一时三刻 然后趁机逃走 将这些完全布置好了后 叶末才按照地图 前往于雨谦说的 离者火中的地方 半个小时后 叶末来到了 长坟丘东南边缘的 一个深谷处 按照于雨谦的说法 这个深谷里面 有一个修士死在其中 当时那个修士得到了离者火 却来不及恋化就死了 于雨谦拿走了 那个修士的储物戒指 离者火却没有动他 依然还在这里 叶末的神识扫了一下 却发现 这下面什么都没有 他心里有些疑惑 按说就算是有神识屏蔽阵法 在他这种阵法师面前 也可以发现一点蛛丝马迹的 难道于雨谦记错了地方不成 掌坟丘方圆太广 而且现在又有了一个 实力强悍修士布置的困阵 虽然叶末不怕这个困阵 但是他还不想因为自己的四处 搜索起那个修士的警觉 所以 尽管是怀疑 叶末还是一个土盾 进入了地下 当叶末土盾 进入地下200米的时候 身形一顿 他终于明白 为什么他的神识 没有办法扫到这里来了 第877章 破阵 这里竟然是一个天然的屏蔽阵法 不要说他区区 甲丹修士左右的神识 就算是凝体修士的神识 也不一定能扫得进来 而是被这个强大的 天然屏蔽阵法转移离开 甚至被转移的人还不自知 只是更让叶末惊奇的是 这个地方如此隐蔽 也没有什么独特的标志 与宇谦是怎么找到的 与宇谦之前的那个修士 又是怎么找到的 不过这些问题 只是在叶末的脑海之中 瞬间而过 就被他抛开了 至于与宇谦怎么找到的 回去可以问问他 如果他不愿意说就算了 反正这对他也没有什么影响 叶末穿过屏蔽神识的天然阵法 进入了一个不是很大的时事 这个时事看起来不到十个平方 但是这个时事完全处于 这个天然屏蔽神识的阵法之下 让人看起来 就好像先有这个时事 后有那个天然屏蔽神识的阵法一般 但是叶末知道这绝对不可能 他猜测 应该是有人先无意中 发现了这个屏蔽神识的天然阵法 然后那人才建造了这个时事 时事里面只有一句枯骨 叶末猜想 这应该就是于宇谦说的那个修士了 而时事里面 却并没有离折火 但是这个时事后面的石壁里面 叶末却发现了一团暗淡的橙色火焰 这就是离折火 叶末盯着这团暗淡的火焰 心里大势不解 奇异火种 他不是没有见过 当年神耀门的大长老 就有一种奇异火种 那是排名第26的砍青火 但砍青火的火焰 比眼前这个暗淡的离折火 要强了无数倍也不止了 按照叶末的想法 就算是排名第29的离折火 比砍青火要差一些 但怎么可能差了这么多 而且叶末也知道 奇异火种的成长 是相当艰难的 就算是你得到火种了 过了数百年 也不一定可以上升一级 不过眼前的火种蛋黄中 带着一丝白色的雾气 果然就是离折火的标志 但是让叶末惊异的是 这火焰暗淡无光 竟然已经是橙色了 奇异火焰的等级 叶末当然很清楚 从低到高分为黄 橙 红 绿 青 蓝 紫 最低等的火焰 都是淡黄色 只有火焰晋级到深黄色后 才可能晋级橙色 而眼前的这团火焰 除了暗淡一些外 显然已经是淡橙色了 这让叶末有些怀疑 不过叶末随即就想到 这应该是火焰太过暗淡 造成了它的颜色变化 应该不是真正的晋级了橙色 想到这里 叶末摇了摇头 虽然失望 但好歹也是一种奇异火种 当叶末的神识 锁定这个离折火 准备收取这团离折火的时候 忽然感觉不对 这团离折火 根本就不是随意地留在这里的 而是被一个禁止禁锢住了 要想收取这个离折火 就必须要破了这个禁止 禁止和阵法有共通之处 但是比阵法简单很多 一般的修饰 都可以布置一些简单的禁止 但是真正的高级的禁止 却丝毫不比凡复阵法差 甚至还要强悍许多 原本叶末以为这个禁止 对他来说根本就不是问题的 可是当他的神识 仔细扫到这个禁止的时候 立即就知道他大错特错 眼前的这个禁止不但强悍 而且是出乎他预料的强悍 至少他布置不出来这个禁止 更让叶末震撼的是 这个禁止竟然是一个攻击禁止 也就是说 如果破解不得法的话 这个禁止会对破解的人 进行致命一击 叶末冷静下来 他感觉事情不是表面上的那么简单 他的神识再次仔细地四处搜索起来 当叶末的神识 查看到这十识的四角的时候 差点惊叫出声 他感觉自己的头皮有些发麻 因为他发现这个十识 竟然真的是在这个天然阵法形成之前形成的 因为十识完全嵌入了这个天然的屏蔽阵法 如果是有人发现 这个天然阵法后建造的十识 那是绝对不可能将十识嵌入这个屏蔽阵法里面的 唯一的解释 就是这个十识 竟然是在天然阵法形成之前形成的 就算是叶末再傻瓜 他也知道 天地之间不可能无缘无故地形成一个十识 而且这个是十识形成后 紧接着就形成了一个天然阵法 这就好像一个还未孵化的鸡蛋对鸡说 其实你是我的后代一样可笑 唯一的解释 只有这个阵法根本就不是什么天然阵法 而是人为布置的 一个人竟然可以布置出来一个天然阵法 就算是叶末也感觉到不可思议 天然阵法的特点就是 毫无迹象可循 而人布置出来的阵法总有诡计可循 一旦一个人布置出来的阵法 没有丝毫的诡计可循 这个人的阵法水平将是多么厉害 叶末甚至都不敢想象 叶末抬头看了看站在十识中间的那句枯骨 心里对这件事已经有些明了 于雨谦的猜测应该有些问题 这个离者火不一定是这个修士带来的 说不定是这个修士知道了 这里有一个离者火 然后他来收取这个离者火 结果被静止所杀 而于雨谦后来发现了这个修士和离者火 就收取了这个修士的储物戒指 但是却没有收取离者火 所以静止也没有伤害到他 既然离者火不是这个修士带来的 那就说明这离者火 是另外有人带到这里来的 这人不但用静止束缚住了离者火 还建造了一个石室 然后又在石室的外面 布置了极其高明的一个屏蔽神石阵法 只是不知道什么原因 当初那个人将离者火禁锢在这里后 就没有再过来 叶末心里忽然一动 难道是那个人将这个离者火 用静止禁锢在这里 就是要让他进击的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自己只要破解了这个静止 就等于得到了一个橙色的奇异火种 一想到这是一个橙色的火种 叶末心里顿时火热起来 当年神药门的大长老得到了砍青火后 培育了几十年 也不过才将砍青火的火焰 培育成为深黄色而已 叶末虽然心里火热 可也没有昏头 他知道这个禁止不是简单的禁止 在破解这个禁止之前 他必须要弄清楚 这个屏蔽神石的阵法 到底是怎么布置出来的 如果弄清楚了这点 不但对他破解禁止 有极大的好处 而且对他以后研究阵法 也有极大的好处 说不定因为今天的经历 以后他也可以布置出来 这种完全类似天然阵法的东西来 叶末修炼的是三生觉 对陌生的事物观察能力 和发现能力比普通人要强的太多了 加上他本身就是一个阵法师 而且还是一个高明的阵法师 所以并没有用多久的时间 叶末就察觉到了 这个天然阵法的异常之处 他发现这个石石后面的石壁 似乎能吸收淡淡的灵气 石壁怎么可能吸收灵气 叶末瞬间就肯定 这个石壁是阵心的所在 将一个阵心炼制成一个石壁 叶末有些无语 这个石壁中间有离者火 如果要打破石壁 收取离者火的话 那么束缚住离者火的禁止 就会被激发 如果不打破石壁 只是收取离者火的话 那离者火的禁止照样爆发 可以说 无论怎么做 束缚离者火的禁止都会爆发 如果认出这个阵法 而打破阵心 说不定离者火的禁止 反是强行破阵人之后 还会逃走 可以说 这个束缚离者火的禁止 根本就是和外面的阵法 连在一起的 要想避免禁止被激发 得到离者火 就必须先要破阵 还不能野蛮破阵 强行打破石壁 和强行炼化离者火 都会激发禁止 被禁止攻击 但这些都是对别人而言 叶末既然看出来了阵心所在 就不会怕破不了阵 况且 这并不是一个多厉害的阵法 只是一个防神石的屏蔽阵法而已 要说厉害 只是说 不阵人的水平非常高明 还有就是 离者火的禁止厉害一些 叶末拿出材料 随手开始炼制阵旗 几个小时后 叶末已经炼制出来 三十面格阵旗 随后他将阵旗丢到各个角落 为了激发阵旗 叶末不利用上品灵石砸下去 又是一个小时后 这个石室后面的那堵石壁 发出咔嚓的一声响动 叶末心里一喜 他知道自己 已经破了这个石室的石壁 和禁止之间的联系 这样一来 就避免了激发禁止 让叶末更为惊喜的是 束缚住离者火的禁止 自动地被解开了 他甚至根本就不用单独 再去破解这个禁止 看见暗淡的离者火 从禁止当中脱离开来 叶末心里大喜 可是下一刻 他立即就大惊 心里更是暗骂 同时想也不想 就调集所有的真元 开始拦住离者火 并且强行用神石开始炼化 叶末之所以大骂 那是因为他发现 破了这个阵法 还不如不破 离者火 一脱离禁止的束缚 竟然立即就要逃逸 叶末心里此事已经明白 无论是什么人过来 无论用什么方式 那个布置阵法和禁止的人 都不想让别人得到离者火 或许他知道 一旦有人能破解这个阵法 那么禁止也是没有用处 他在布置阵法的时候 干脆就让阵法被破除的时候 同时解除禁止对离者火的束缚 让离者火逃逸 叶末千辛万苦来这里 就是为了离者火 当然不会让他逃逸 只是叶末立即就发现 他大错特错了 他以为这点暗淡的火种 还不守到擒来 可是当他的真元和神石 开始挡住离者火的时候 离者火竟然瞬间 就开始散发出炙热的恐怖热量 甚至刚才叶末丢出去的零食 也成了他的营养 第878章 物联星火 以叶末铸基六层的修为 在片刻时间 就被这恐怖炙热的火焰 烧去衣衫卷去头发 甚至开始灼烧肌肤 叶末心里大害 这样想去 只要他的真元一哭泣 几乎要补了一时三刻 他就会变成一堆飞灰 叶末情急之下 再也顾不得去炼化这团火焰 而是直接换出冬至 冬至一出来 整个时势顿时冰寒起来 叶末这是第一次 将冬至夹在了自己的身上 彻骨的含义 从炙热当中 渗进叶末的体内 让叶末夹砸在火热之间 那种难受的滋味 实在是不能用言语去表达 好在冬至是叶末自己的东西 已经炼化 不会伤害他的根本 如果和离者火一般 一上来就要人命 叶末估计 这个时候 叶末感觉到 体表被覆盖了一层薄薄的寒冰 心里总算是松了口气 寒冰挡住了离者火的肆虐 让他回过神来 可是叶末刚刚松了口气 就感觉到了不对 这薄冰很快就消融一空 那离者火的恐怖火焰 再次覆盖上来 叶末赶紧催动冬至在他的体表结冰 但寒冰很快又被火焰容去 如此反复数次之后 叶末很快就发现了一个不好的情况 冬至的威力是越来越小 而离者火的威力是越来越大 可以挡住离者火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可以想象 要是这样下去 用不了多久的时间 冬至将全面败退 而他也会再次灰飞烟灭 心念一转 叶末已经明白了是怎么回事 开始的时候 离者火刚刚挣脱束缚 威力有限 但是随着时间越来越久 离者火的威力却越来越大 而他的冬至威力却越来越小 除此之外 他的真元同样的也会随之消耗下去 此消彼长之下 最后他一样会隐恨火焰之下 明白这个道理的叶末 想都没有想 就取出最后一颗暴元丹吞了下去 同时催动全部的神石 开始炼化离者火 他不是傻瓜 现在的离者火还处于虚弱期 一旦等离者火恢复了最强盛的时候 就算是他现在金丹期 也不一定可以炼化离者火 暴元丹效果显著 叶末的修为在暴元丹的催动下 修为再次急剧上升 筑基七层 筑基八层 一直到筑基八层后期才停了下来 叶末知道 暴元丹有时间限制 更是一点都不敢耽搁 全力裹住离者火 催动全部的神石开始炼化 否则一旦等暴元丹的药效果去 他能做到的 除了等死外 只有进入金业世界 况且 在他真元和神石全部枯击的时候 能不能进入金业世界还是两回事 感受到了叶末的神石和真元猛然暴增 离者火似乎觉察到了危机 他竟然不再和叶末的冬至纠缠 反而要挣脱叶末的神石束缚 想要脱离这个时事 叶末感受到了离者火的动静 心里一动 难道这个火焰 既然生出来了 灵性不成 一想到离者火 可能生出来了灵性 叶末心里顿时火热起来 他受了这么大的苦 甚至底牌尽出 怎么能让离者火逃走 离者火的逃走 给了冬至反击的机会 加上叶末的真元和神石暴涨 竟然就此控制住了离者火 离者火 虽然衍生出了些许的灵质 可是毕竟太低 他从逃脱的时候起 就奠定被反击的弱势 虽然这火种一直在加强 可是随着叶末不断地炼化 火种不断地挣扎 这种加强 也慢慢地在被减弱 一个小时后 叶末已经完全控制住离者火 虽然还没有完全炼化 可是叶末知道 问题已经不是很大了 他看看了看 已经缩小了一圈的冬至 大势心疼 以后好长一段时间 不能指望冬至帮忙了 将冬至收起来后 叶末开始全心全意地炼化离者火 叶末却越炼化 心里越震惊 他已经完全明白 自己炼化的这个火焰 根本即不是离者火 而是物连星火 离者火是地火 而物连星火却是天火 这当中有本质的区别 物连星火在修真界36种 可以成长的奇异火焰当中 排名第三 可以说 这根本就是传说中的火焰 很难看见 更不要说得到了 叶末发现自己 得到的是物连星火的时候 激动的 甚至要大喝出声 108种奇异火焰中 修真界有36种 其中有10种是天刚火 其余的都是地煞火 另外72种火焰 有46种地煞火 还有26种 却是天刚之火 传说宇宙之中 修真界无数 能在修真界存在的奇异火种 却只有36种 而物连星火 在这36种火焰当中 排名第三 那是相当的惊人了 据叶末所知 在落月大陆中 曾经有一个火系修士 得到过排名第四的吉庚火 他就凭借吉庚火 在同阶之中无敌 后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这个修士最后失踪 而吉庚火 也跟着失踪不见 但是很多人却猜测 除了这个修士的杀戮太重 可能引起了别人的仇杀外 还有一个估计是和吉庚火有关系 在修真界排名前十的火种 无论是哪一种 都是不可遇不可求的东西 得到了排名前十的火种 引起别人的觊觎 这也很正常 因为排名前十的火种 都是天刚之火 威力远远不是地煞火能比你的 这十种天刚火 也称之为天火 修真界十种天火 随便哪一种 都是万金难求 相比之下 地火虽然一样的珍贵 但是比起天火来 却要逊色不少 对叶末来说 虽然离者火是地火 远远比不上天火的珍贵 可一样的是 极其难求 所以 于宇谦将排名第二十九的离者火 告诉叶末 叶末心里 依然是非常感激的 现在叶末得知自己 得到的是天火物联星火的时候 心里的激动 当然是可想而知 同时他也明白 物联星火就算是他得到了 也不能暴露 否则 他是死路一条 如果他得到的是排名第二十九的离者火 他还可以拿出来炼丹 一个得到离者火的炼丹师 一般来说 还是没有人敢动的 不要说他一个高级灵丹师 得到的是第二十九的离者火 就算是他得到的是第十一的明阳火 只要成为丹王 安全也是可以保障的 因为明阳火 虽然排名第十一 和第十只有一位只差 毕竟还只能算是地火 珍贵程度远不如天火 但要是得到修真界前十的天火 对一般的人来说 泄露出去 那就是一场灾难 而物联星火不但是天火 更是排名高居第三 这种火焰觊觎的人太多了 叶末更是暗下决心 没有到一定的实力之前 他坚决不会暴露物联星火 知道是物联星火后 叶末也明白了 为什么于宇谦将这个火焰 当成离者火了 因为物联星火和离者火 有些相同之处 在火焰当中 都有一团薄薄的雾气 可是和物联星火不同的是 离者火的雾气 只是在火焰的外围 而且一旦火焰进击成色后 雾气就渐渐地消失 物联星火却恰好相反 他开始的时候 反而并没有雾气 当火焰进击成色后 才有一丝淡淡的雾气 而且雾气还在火焰的中间 一旦火焰进击到更高的层次 那丝雾气将会越来越凝实 最后甚至会变成实质一般 现在 叶末得到的这个物联星火 已经有了雾气 分明是进击成色的标志 所以 看见这火焰有一丝雾气的时候 不但是鱼与谦 就是叶末也将这火焰 当成了离者火 叶末压下心里的兴奋 更是加快了 炼化物联星火的速度 他吞服爆炎丹的要效时间 已经要到了 一旦他没有再要笑到之前 炼化物联炎火 那对叶末来说 不是机遇了 而是灾难 而就在叶末即将要炼化物联星火的时候 他忽然感觉到了 自己布置的监控阵法 有了一些触动 这个时候 叶末没有敢看到底是谁来了 他喷出一口精血 强行一口气炼化了物联星火后 想都不想 就出了时事 离开时事后 叶末来到屏蔽阵法的边缘 然后迅速带着物联星火 进入了今夜世界 进入今夜世界后 叶末立即吞下一颗损异丹 爆炎丹可是有后遗症的 宋映竹又不在这里 他能借助的 只有损异丹 至于要离开这个时事 那是因为 叶末不知道他破了那个屏蔽神石的阵法后 会不会让这个天然阵法露出破绽 一旦这个阵法露出破绽 被人看出来了 他还留在这个时事里面 那可就完了 外面来的很有可能是虚神高手 这种人一旦对什么地方有怀疑 只要神石一扫 他就没有任何地方可遁形 面对这种高手 叶末觉得 无论怎么样 他还是谨慎点好 第879章 阵法里的秘密 吃完损异丹 叶末来不及看外面的情况 直接锁定了刚才炼化的物联星火 此时的物联星火 已经完全被叶末炼化 化成了斗力一般大小 静静地悬浮在了叶末的丹田之上 叶末心念一动 一团带着白色雾气的橙色火焰 出现在他的手指之上 那团火焰此时显得温和闲静 完全没有刚才要将叶末烧死的暴虐 甚至像一丝棉花一般 在叶末的手指当中跳舞 叶末满意地收起物联星火 这才开始检查自己身上的情况 刚才在物联星火和冬至的加工下 他简直体无完肤 不但身上全是焦黑一片 就连头发也变成了飞灰 已经没有连生丹了 叶末却不着急 他现在是炼丹师 疗伤丹药多的事 吞了几颗附针丹后 又用清水绝洗了把澡 这才拿出一套干净的衣服换上 最后摸摸焦黑的头发 他干脆剃了一个光头 将这些全部做完后 叶末才有精力 去查看自己的那个监控阵法 轰的一声 叶末刚刚将神识 关注到自己的监控阵法当中 一声巨响 将他的监控阵法震得摇摇晃晃 他通过监控阵法 发现来的人还不是一个 一名黑脸的修士 站在长坟丘的正中间 这黑脸修士头发很短 但是脸上却有一颗黑质 脸色却极其地阴冷 叶末一看 就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 涌上心头 叶末强行将那股不舒服的感觉驱逐走 心里已经确认 这个黑脸修士 就是那个坐飞车针气过来的家伙 而且叶末肯定 这家伙的修为应该不止原因期 很有可能 这就是一个虚神修士 他通过监控阵法 就能感受到不舒服 一旦面对这个修士 叶末甚至在想 这个家伙就是凭借气势 甚至都能让他没有办法 起出对抗之心 这黑脸修士的对面 是一名瘦小的老头 这老头面白无虚 头发同样的一片白色 这老头眯缝着眼 似乎人畜无害的样子 可是叶末却感觉 这个老头和那个黑脸的家伙一般 同样让人感到极度的危险 这两人相距数十米远 在两人的中间 有一道十几米深的沟壑 叶末估计 这个沟壑 是刚才两人弄出来的 司马柱老儿 几十年不见 你竟然已经是虚神中期了 倒也出乎我的预料之外 那名黑脸修士 阴冷的脸上 没有一丝的表情 就是说话 都让人感觉 不是从他口中发出来的声音 那瘦小的无虚老头 黑黑一笑说道 彼此彼此 童五生你不一样 是虚神中期了吗 司马柱 废话少说 东西呢 黑脸的童五生 依然毫无表情 阴冷地说道 瘦小的无虚老头 冷哼一声 拿出半边残缺的书册 放在手心说道 东西当然带来了 现在就在我这里 你的东西又在什么地方 童五生看见 司马柱拿出了半边书册 眼里露出一丝炙热 同时手一动 在他的手心 同样地出现了半边残缺的书册 两人都是炙热地 看着对方手里半边残缺的书册 却都是黑黑一笑 然后各自拿出一个浴盒 将残缺的书册放了进去 这两人将残缺的书册放入浴盒后 并不说话 反而同时走到数千米之外 一起布置了一个防御禁制 然后将浴盒放入禁制当中 叶末却清楚地注意到 那两个浴盒同样是布满了禁制 也就是说 就算是对方抢到了浴盒 布置禁制的人 只要一个念头 就可以将浴盒和浴盒里面的东西 全部变成虚无 而浴盒外面的那个共同的防御禁制 叶末估计 这应该是两人要开战了 防止浴盒被打斗损坏 听了两人的话 以及两人的动作 叶末大致猜出来一些原因 应该是这两个虚神修士 得到了同样的一本古籍 最后两人争抢之下 这本古籍变成了两半 而为了让这本古籍合二为一 两人就通过笔斗的办法 决定归属 只是不知道 这两个家伙打斗了多久的时间了 不过两个虚神修士 为了一本书争抢 叶末随便就能猜测出来 这本书不简单 此时叶末也明白了 之前那个黑脸修士 为什么要布置一个隐蔽的困阵 和几个攻击阵法了 那个黑脸的童武生 估计是怕自己不是司马柱的对手 所以布置了阵法帮忙 果然是有准备 信童呢 希望你这次不要让我失望了 白发老头司马柱 冷笑地说了一声后 根本不等对方回答 一挥手 就是一团黑色的雾气出现 这团雾气竟然在瞬间 就变成了数丈方圆的大小 迎面照向了童武生 而且这黑雾灵性十足 不但速度很快 竟然还可以根据童武生的位置 自动地扩大和转移 叶末仔细地通过监控阵法 才认出 那团雾气竟然是一个网装法宝 赫然又是一件真气 叶末没有见过虚神高手对敌 但是却不代表 他没有眼光 这个网装法宝的威力 肯定已经超出了灵气的范畴 必定是真气无疑 虽然叶末是通过监控阵法 感受不到强烈的真元波动 可是从场面上 他就可以看出来 这个司马柱的黑网 绝对不简单 甚至有些像童武生的脸色一般阴亡 让叶末生出一种错觉 他甚至觉得 这个司马柱的阴森黑网 在掌坟秋的威力似乎更大 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个童武生 为什么还要同意在这里决斗 叶末自负 如果他遇见了这张黑网 他除了逃走外 根本就想不出来好的办法 正当叶末打算看看 童武生怎么对付这张黑网的时候 这童武生的身体外面的长袍 竟然膨胀起来 他的眼睛 竟然变成了血红色 而他的双手 连续地打出法掘 几乎在瞬间 他的衣袍里面 就飞出来数十柄飞剑 这些飞剑 很快又变成了一个剑阵 直接迎向了司马柱的黑雾网争气 这还不算 除了这数十柄飞剑外 童武生的衣袍里面 依然还有源源不断的飞剑飞出 似乎他的衣袍里面的飞剑 永远也不会飞完一般 砰砰 树声巨响后 童武生的飞剑 和司马柱的黑网 纠结在了一起 将地面上无数的枯谷卷的飞去 但那些枯谷 很快在两人的真元激荡之下 变成了飞灰 好大的威势 叶莫心里暗自惊叹 司马柱 你好深的心机啊 竟然被你得到了一件明英网真气 难怪你要选择长坟丘这个地方 愤出胜负了 童武生见自己的剑阵 没有办法奈何司马柱 讥讽地说道 瘦小的司马柱不懈地冷笑道 童武生 你也不是什么高尚的货色 这长坟丘边上的困阵和杀阵 应该是你布置的吧 可惜了 这么些年过去了 你的阵法水平 却没有丝毫地提高 这让我实在是失望 叶莫听了这两个家伙的话 顿时无语 这两个家伙 没有一个好相语的 不过这童武生布置的阵法 既然被司马柱看出来了 应该起不了什么作用了 只是叶莫疑惑的是 按说以童武生 对司马柱的了解 他应该不会拿司马柱 能看得出来的阵法 来作为助力吧 两人打斗肯定不是第一次了 童武生布置的几个阵法 虽然隐蔽 但又凭什么认为 他的阵法司马柱看不出来 叶莫关注地盯着童武生 果然发现 童武生听见司马柱的话后 脸色立即就变了 似乎他也没有想到 自己的阵法 被司马柱看出来了 这样根本就起不到 偷袭的作用了 或许是因为自己的阵法 被司马柱看出来了 童武生的脸色非常难看 同时更是不要命地 催动剑阵 围攻司马柱的明英网 似乎因为自己的暗算手段 被发现了 他也一直没有 催发自己的困阵和杀阵 而叶莫发现 明英网在长坟秋 果然是如鱼得水 更是略占上风 不对 叶莫总感觉 他的想法少了点什么 童武生不可能这么幼稚 用这个围困阵法和攻击阵法 来对付司马柱 这样一个懂阵法的虚神高手 也许他布置阵法之前就知道 这个阵法 肯定瞒不过司马柱 可是既然瞒不过司马柱 他为什么还要布置这样一个阵法 叶莫疑惑当中发现 司马柱和童武生战斗的地方 已经成了一片灰蒙蒙的 就是他有监控阵法 也看不出来 这两个人打得怎么样了 叶莫控制监控阵法 再次查看童武生布置的几个阵法 他已经有了怀疑 童武生布置的这几个阵法 根本就不是为了对付司马柱的 果然 没有用多久的时间 叶莫就看出来了不对 这几个阵法 竟然比他想象的还要高明 一个困阵 三个杀阵 最外围的杀阵 竟然暗藏隐机 在其中 一旦童武生催发最外面的那个杀阵 攻击司马柱 其余三个阵法 竟然立即就会改变阵势 而是变成了一个叠加杀阵 和一个转移困阵 叠加杀阵 依然是可以对付司马柱 可是转移困阵 竟然可以在瞬间 就能将一边的两个玉盒 转移到他的手里 叶莫恍然大悟 童武生布置了这四个阵法 竟然不是为了 要对付司马柱 最终目的 竟然是要抢走司马柱的 那半本残缺的书册 他竟然敢这样做 应该是 有了阻止司马柱 毁灭书册的办法了 只是不知道 那个白发小老头司马柱 是不是也看出来了这一点 叶莫竟然有些期待起来 第880章 何不抢了就走 叶莫再次用阵法 查看打斗中的司马柱 和童武生 只是两人打斗当中的黑雾 更甚了 虽然叶莫没在现场 但是也可以看见黑雾当中 童武生的见证 带起无数的白芒 而黑雾似乎想要急切地 将白芒剿灭下去 只是纠缠之下 似乎已经陷入了僵局 两人的四周空间 被真元激荡的 似乎都有些变形了 而那空气 在两人真元挤压之下 发出的刺耳声音 连叶莫都可以通过阵法听到 叶莫看了一会 却发现他的目光 根本就看不出来 两人打斗的诡计 干脆将自己的监控阵法 转移到那两本半边的书册上面 能引起两个虚神修饰争夺的东西 应该不差吧 可是叶莫很快就失望了 他发现 他只能看见两个玉盒 而看不见玉盒里面的东西 如果想要看清楚里面的东西 就必须要通过神识 而要通过神识 他就必须要出今夜世界 现在 他还只能通过阵法 将外面的情景 转移进今夜世界 至于从今夜世界里面 查看外面的情况 他还没有这个本事 想到两名虚神修饰 正打的天昏地暗 叶莫将心一横 先一容之后 然后再戴上酒便 这才地出了今夜世界 此时那两名虚神修饰 应该没有精力来管他 他只要神识不碰到 两人打斗的范围就行了 查看一下那两本半边书册 应该没有多大的问题 叶莫出了今夜世界后 等了好一会时间 没有发现动静 这才小心地 将自己的气息 全部收敛起来 再用神识去观察 那两个半边书册 叶莫知道 就算是他已经易容了 又用了酒便 但是要瞒过虚神修饰 还是很难 唯一能寄望的 只能是三生诀 衍生而来的 收敛气息之术 叶莫的神识 刚刚接触到两个半边的书册 只是稍稍扫了一下 立即就是一阵 下一刻 他赶紧就收回了自己的神识 他知道自己干了一件蠢事 他的神识 一碰到愈合的时候 就知道已经被两人发现 他收回神识后 立即躲在那个神识屏蔽 阵法边缘动都不动 果然很快 他就感觉到了两道强悍的神识 在那神识屏蔽阵法上 扫来扫去 好厉害 叶莫心里暗想 同时也知道了 至少目前为止 那个屏蔽神识的阵法 还没有被损坏 信同的 这里竟然还有第三个人 你可真差劲啊 白面老头司马柱 忽然讥讽地说了一句 不过他的手底下 丝毫没有变慢 那童武生冷冷说道 司马老 你不是一样 没有发现吗 区区一个助击修士 竟然也赶来这里 打这本书的主意 不知死活 显然两人虽然知道了 叶莫出现在这个地方了 但是都没有将叶莫放在眼里 那司马柱忽然诞生说道 区区一个助击修士 躲在一个我们神识 都扫不到的阵法里面 说不定 这还是一个天然阵法 一般的天然阵法 都是伴随天才地宝而诞生 说到这里 司马柱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信同的 要不这个天然阵法 和那个助击蝼蚁留给你 这本书就留给我 无论那个天然阵法里面 是什么东西 我都不会要 同时你放心 我肯定会刻画一个预检给你的 那形同的黑脸修士 黑黑一笑 似乎有了一些异动 至少他的见证 已经缓和下来 叶末虽然明知道 自己被发现了 可是却不敢进入今夜世界 他知道 一旦对方发现他消失了 那就肯定知道 他有一个洞天法宝 好的洞天法宝 就算是对画真修士来说 也是珍贵之极的东西 一旦泄露 他就等着被杀好了 但这不是叶末 不进入今夜世界的主要原因 叶末不进入今夜世界的主要原因 是因为 无论对方是否知道 他有今夜世界 他都是死路一条 看见两名虚神修士的对战 而且还是因为一本 非常了不起的书册 他想活也活不了 那本书夜末 虽然只是扫了一下 可是却已经知道 是一本什么样的书了 而且也明白了 为什么这两名虚神修士 要为一本书对战了 那根本就是 修真界修士 梦寐以求的最高辅助典籍 书名物 夜末匆匆扫过 只看见了灵草篇 而上面的介绍 却是非常的详细 不但药材的名称和图形 甚至特性 还有如何培育 以及能炼制什么丹药都有的 夜末作为一个炼丹修士 而且出身神药门 对灵草当然熟悉 可是他看见那本书后 立即就知道 这本书对他来说意味着什么 他入眼的五种灵药 竟然有两种不认识 作为一个炼丹师 不认识灵草 那是一种讽刺 修炼三生绝后 他的领悟能力虽然惊人 但是再惊人 也不能自动认识 以前没有见过的东西 他甚至可以想象 一旦他得到了这本书 了解了无数不认识的灵草和药性后 他的炼丹水平将会如何飞升 而且这还不是最让夜末心动的 最让他难以克制的是 他在雾的灵草片的每样灵草下面 还看见了数个单方 夜末修炼的三生绝 虽然逆天 但是要自创单方 也不是简单的事情 就算是他可以做到 那也是无数次的试验后 才能得出来的结论 那不知道要浪费多少的灵草和时间 他最多也不过是通过自己 对炼丹和灵草的理解 改良一个单方而已 想到自己被发现了 而且即将到来的命运 还有极其吸引他的物 夜末心里忽然涌起一个疯狂的念头 那就是 这本书对他的好处如此之大 他何不抢了就走 前进也是一刀 退后一样的是一刀 与其引颈受禄 还不如拼死一搏 这个念头一起 夜末就再也无法遏制住那种疯狂 他强迫自己的冷静下来 并且再次通过监控阵法 查看还在打斗的 两名虚神修士 此时黑雾已经散开了不少 夜末已经在此 隐约可以看见司马柱的黑网了 而童武生同样地控制了剑阵的疯狂 两人似乎有罢手的趋势 夜末看到这里 心里大害 一旦这两人罢手 他将死无葬身之地 怎么办 夜末急切地想要找一个答案 就在这个时候 他忽然看见童武生拿出树梅阵棋 极其快速地丢了出去 并且迅速地打出数个法诀 夜末知道 童武生要发动阵法抢夺物了 他心里一阵地失望 看样子 他只能在这两人抢夺的时候逃走了 否则他连这一线生机都没有 正当夜末要顿心而走的时候 忽然再次停住了身形 并且眼里露出极其的兴奋 那个司马柱果然没有让他失望 他竟然在童武生扔出镇棋后 立即同样取出树梅镇棋扔出 原本在童武生控制下 要攻击司马柱的攻击阵法 立即就延缓了起来 而且转移阵法 也不再往童武生的面前转移 而是有要往司马柱面前转移的趋势 夜末心里暗自佩服 这个司马柱老儿果然狡猾 他肯定自己躲避童武生的时候 错过了什么 应该是童武生布置完镇法 离开长坟丘后 司马柱随即就过来 查看了童武生的镇法 司马柱得惜童武生的办法后 将计就计 在童武生的镇法基础上 又炼制了树梅镇棋 看样子 他就一直在等待这个童武生 丢出镇棋了 童武生为了算计司马柱 甚至连笔斗的地方 都让司马柱挑了 他也知道自己布置镇法后 司马柱会过来查看一下 他以为司马柱看见 他布置的镇法后 应该是会炼制几个镇棋 让攻击镇法反攻自己 没想到司马柱比他想象的 还要狡猾 而且镇法修为 也出乎了他的预料之外 他不但没有炼制几个 反攻镇法的镇棋 反而炼制了 树梅转移镇法的镇棋 这就代表从头至尾 司马柱都知道他的目的 而同样想通过转移镇棋 抢走物 叶末已经明白 这个司马柱 看起来是个慈善的小老头 其实他的阴险 似乎比同武生还要深一些 他的想法和自己的想法一样 只是不同的是 自己炼制的树梅镇棋 只是控制攻击镇法 目的只是延迟被人追杀的时间 及时逃走而已 而司马柱和同武生争斗多年 他更是直接 用同武生的办法 抢走物 只是让同武生疑惑的是 他之所以要抢走物 那是因为 他有办法保住司马柱那个玉盒 不被司马柱摧毁 可是 如果司马柱抢走了玉盒 又有什么办法保住玉盒 不被自己摧毁 司马柱 你这个老东西 果然喜欢玩鹰的 虽然明白了这个道理 但是同武生依然愤怒不已 这个司马柱太阴了点 他毫不犹豫地全力出手 原来和黑网交缠的剑阵 再次汹涌澎湃起来 无数道新生的剑气 从同武生的身上飞了出来 源源不断地加入了剑阵 司马柱黑黑冷笑一声 你也好不了多少 话是这样说 可是他的手底下 丝毫不见放松 黑网形成的雾气再次暴涨 就好像整个天空要落下来一般 两人打斗的地方 更是真元激荡 犹如地狱 那些枯骨 被两人的真元激荡起来 瞬间粉碎 全部变成了灰蒙蒙的雾气 当同武生看见两个玉盒 不断地转移到司马柱的那边 更是不要命地催发遇见阵 同时大声喝道 司马柱 如果你还敢抢夺 我马上让我的那一半 变成飞灰 叶末拿出树莓震旗 暗道 此时不动手